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小吃 狼牙土豆 首先我们准备黄皮土豆700克 将土豆去皮之后用波浪形切刀切成7毫米左右的厚片 然后再逆着纹落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条备用 土豆条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清洗5遍 这一步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去除土豆表面的淀粉 从而保证土豆的脆嫩口感 土豆清洗干净之后捞出备用 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适量的折耳根切碎备用 准备几颗小米辣切碎备用 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 准备大蒜几颗拍散之后剁碎备用 然后准备适量的蜜汁辣椒粉备用 下面开始分享蜜汁辣椒粉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灯笼椒150克 加入八角两颗掰散备用 加入适量的小茴香 加入适量的孜然颗粒 加入适量的青花椒 然后开小火把辣椒和香料炒香 辣椒和香料炒香之后倒出备用 同学们切记 辣椒炒至香脆 用手能够轻松捏碎即可 然后将辣椒放入粉碎机 加入适量的油酥花生米 再加入熟芝麻30克 然后均匀的将其粉碎 粉碎完成之后倒出即可 嫌麻烦的同学也可以选用王钢排香辣红油代替 蜜汁辣椒粉制作完成 下一步开始制作狼牙土豆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然后将油温烧至五成热 油温五成热之后转小火 将处理好的土豆下锅炸100秒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土豆炸至断生 而家庭小道则需要150秒钟左右 当然喜欢粉嫩口感的同学可以延长炸至一倍的时长 100秒钟之后将炸好的土豆捞出放入盆中备用 再撒上适量的蜜汁辣椒粉 然后将锅中的热油倒出留下少许的底油 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泼在辣椒粉上面 然后加入准备好的折二根 蒜蓉和辣椒 下一步开始调味 加入食用盐两克 加入少许白糖 加入生抽酱油五克 加入少许香醋 加入适量的葱花 最后加入适量的香油搅拌均匀即可装盘 一道麻辣爽口的狼牙土豆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 土豆想要口感脆 就必须多清洗几遍 同时炸制的时候尽量以断生为主 切记不可以炸的太熟 第二 土豆不可以切太小条 否则炸制和拌的时候容易碎 第三 不喜欢折耳根味道的同学也可以用香菜 或者芹菜代替 狼牙土豆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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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